中日双方防区内拍摄的影像 其中抗击日军前进的中国东北军独立第九旅 和侵占山海关的日军第八师团出境 双方指挥官也各自到防区巡视 这是参加具体作战的中国东北军独立第九旅 正与日军交火 日军前进受阻 双方已成对峙状态 此时山海关城池虽已沦陷 但中国军队仍紧贴尸程抗击 按当时战地记者所观察 中国军队第一阵线距离山海关仅三公里左右 不久前的山海关之战 中国守军第九旅 一个团不足两千人之数 与占据优势兵力 并有军舰飞机坦克联合作战的日军基战三日 其中安德新营长及刘斗辰 关锦权 王洪源 谢震番几位连长 现在尽头来到沦陷的山海关 城池已完全被日军所占 画面中是山海关南关城楼 其已在日军的狂轰烂炸中损毁 除此之外 还有五百栋以上的房屋毁于炮火 造成身为日军第八师团步兵 第四旅团长的林木美通 正与一众官佐在实现的山海关巡查 日军对侵占山海关虚谋已久 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后 日军已在山海关秦皇岛 驻有守备队二百余人 附近海面还博有日本军舰十余艘 日军第八师团林木旅团 及骑兵第三旅团一部和炮兵第八连队 外加一个飞行中队和三列铁甲列车 及坦克十余辆兵力共约四千人 就驻扎在山海关以东铁路沿线 镜头中林木美通站在被七军炸毁的山海关 望阳楼前拍照留念 其部第四旅团是九一八后侵略中国东北的极先锋 山海关虽已沦陷数周 但仍不断由日军部队涌入城内 显然占领山海关只是日军扩大侵略的第一步 同时成为更多的百姓开始逃离日军的统治 大量山海关的难民渡过石河 关城失陷后 中国东北军第九旅就退守到石河西岸阵地 难民们希望到中国军队防线后方 为沦陷的国土上生活 但侵略仍在继续 热河之地即将陷入日军之手 但中国人民的抗争也在继续 之后长城抗战打响 中国大刀队浴血奋战更是创造了洗风口大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